会在三峡大浦地区的春辉企能中心 长期照顾一群身心障碍的学员 最近中心替几位具有低收入资格的学员 申请有线电视服务 而经过家和同仁的了解发现 还有许多没有低收入户证明的学员 也有看电视的需求 因此董事长陈万鹏就立刻指示比照办理 让每一个学员回宿舍以后 都有电视节目可以看 三峡春辉企能中心 是一个提供身障朋友长期照顾服务的地方 学生白天参与课程 具有烘焙 洗衣等技能 学员在这里可以获得照顾并学习一技之长 有烘焙班 有成衣 有餐饮班 也有农艺班 不过这一群身障朋友下课后会到宿舍 也像一般人一样喜欢看电视 但无线电视选择少 因此中心透过管道向家和有线电视提出申请 希望能为中心学员安装有线电视 家和董事长陈焕鹏本着关怀弱势的经营理念 立刻指示同仁全力配合 就是学生他在下课或者是在假日的时候 有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多元的选择 那非常的感谢 家和有线电视在地升跟十多年长期关怀弱势族群 提供相关帮助 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予弱势团体更多关怀与照顾 让社会更温暖祥和 中家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